好,这款机器我应该是一天之前拿到的 然后准备现在给大家做一个开箱 会聊聊这台机器一些新的变化 一些优点和一些缺点 然后也会聊聊诺基亚之后一段时间的未来发展 所以直接来看开箱吧 其实开箱我在两天之前拿到这个手机的时候 已经把这个手机打开了 我也录了一段开箱视频 会在这个视频过程中以快放的形式剪辑给大家看 然后所以直接来看一下这个手机 这就是全新的诺基亚6 之前这两天一直在网站有曝光 曝光说全新诺基亚6是一台全面屏手机 首先我们来看 并不是一台全面屏手机 而且这个屏幕的屏占比实际上并不高 而诺基亚这边的工作人员也承认 他们现在还并没有做到全面屏屏幕 一方面是出于这个整机成本的考虑 一方面也是出于这个机器定位的考虑 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出于这个手机兼顾的考虑 其实在这台手机上面 我觉得是诺基亚第一次在重新回归之后 把自己定位重回到原来的那个 非常令人熟知定位 就是能砸核色定位 因为这台机器真的是非常的坚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配置吧 这台机器我看一下 它用的是骁龙630的处理器 然后如果你对上一代诺基亚6有了解的时候 你会知道上一代诺基亚6采用是骁龙430 也卖一千多块钱 其实当时受到了非常不好的市场评价 因为骁龙430确实是太老了 但这一代的骁龙630 其实本质来说对于一款中端机来说是完全够用的 另一方面它的内存使用的是用是4GB内存 所以它用是4GB的DDR4的内存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详细的看一下这个机身 首先我个人是觉得这应该是诺基亚回归之后 外观最好看的一款诺基亚手机 设计上调整 虽然从实际用上来说还真的是有些小的问题 但是至少来从外观来看 这个手机现在不难看了 另外这个机器应该是现在目前为止 市面上安卓机中最方正的一款 做的很坚硬 整个的这个机身用的是整个的这个铝的 CNC的这个切合的工艺 所以整个机器非常的坚硬 是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铝合金切了 挖了一个槽出来切进来 然后就把所有机器部件放到机身内部 然后把这个2.5D 而且弧度相当大的这个屏幕玻璃 镶在了整个的这个机身外面 这样做有几个好处 就是首先它这个真正的玻璃屏幕 距离它这个金属边框的位置 还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它在扛摔这个表现上来 会做的非常的好 尤其在现在大部分手机 采用越来屏占比越大的这个正面玻璃时候 这个扛摔性能会差很多 但是诺加这款我相信扛摔性能一定会很好 另一方面整机这个一体性就是做的非常好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手机都会采用这个双面玻璃 加中间基础边框的这种做工 虽然一些手机做工也做的非常不错 这个金属边框和玻璃结合的地方非常好 但相比之下 确实是没有这种整个机器 一体切割下来的 整个铝合金切割下来的工艺的 这个机器做的坚固 机器做工上最大的优点 也就是说它虽然是一台回归之后的诺基亚 但是它对于诺基亚这个品牌的品质 还是留存下来的 另一方面我比较喜欢的是 系统部分其实我不想说太多 因为这个系统其实诺基亚也是用了一个 怎么说算偷懒或者说取巧的方式 就是他们用了几乎完全原生的安卓系统 来作为自己的系统 也就是说你会在这个系统里面 不会看到太多的预装 也不会看到过多的本土化的一些 让你觉得没什么用的修饰 本土化的内容也有 本土化的这些功能也有 然后基本上就是在你高频使用的这些功能 除此之外 这个手机定价 因为我现在在录视频的时候 还不知道它的定价 它最后定价应该会放在1500元以下的位置 所以说作为一款入门机型还是挺 插曼瓶是假的 结婚之后 已经准备到什么 但…… 着 Highka 我说法